上次說到趙康人逃出死路來到街深,被陳卿截住一陣施殺。 忽然間,從外面又殺來了黑白義將,衝入重圍,為趙康人送來了他的齊眉盆龍館。 這黑白義將,正是昨天帶著大家鬧髮場的張光遠和羅賢西,他們兩個是苗光義派來接應趙康人的。 那條盆龍棍,也是苗光義去到趙弘欣家裡拿出來交給他們兩個。 這個時候的官兵,層層疊疊疊圍了過來,趙康人就不怕了。 正所謂人巧不如駕生廟。趙康人這一條盆龍棍,是在闖關西的路上一位朋友送給他的,是用純鋼打造,上面還黑著一條金龍。 趙康人又遇到高人,學會了八百六十四軍,招數十分精奇,沒有起棍泥,上下翻飛呼呼呼大風,一半人,二三十個都不能夠埋身。 今天,有人送了大軍來,確實是如虎添翼了。 他就說:「兩位恩公,我幫你們開龍,你跟我走。」 黑白義將說:「趙公子,你不要理我們了,趙公子,你快走,我們有地方躲,快衝出去,就遠走高飛了。」 趙康人點了點頭,就像猛虎落山一樣,大軍輪開,撥風爬打,又如雨打殘花,滾湯潑雪,那些冠軍一片倒地。 守備陳興見到傷人太多,吹馬上前,握起槍就刺了,趙康人大聲,一棍撥落槍上面,震到陳興,虎口裂開,爬一聲,槍都掉了。 陳興見世不妙,撥馬就走,當兵見到大隊的走,個個轉面就走了,趙康人也跟著出去,衝出重圍之後,張光軟對他說:「你快走,我們後會有期了。」 趙康人,趙康人跟他們兩個點頭道別之後,就直奔南城門而來,就快到了城下,忽然間,咚咚咚咚,三聲炮響,眼前閃出幾元大將,中間那個,金窺金甲,外罩紅袍,手托大刀,正是太師蘇鳳吉。 看他兩邊的,是他的兒子蘇炮,和鎮經哲道士李業,後面是聶文俊,還有三百名弓箭手,把趙康人團團圍住,跟著幫聲一響,連珠箭一起射禮,趙康人立刻摸起大軍來撥那些箭。 趙康人,誰知道,賤齒飛黃,密密麻麻,薄刀撥不行,還有什麼能力進攻呢?這一回趙康人就怕了,怎麼辦好呢? 各位,趙康人就怕了,現在還有一個人,比趙康人還要夾的,這個人呢,現在就在城門之外, 只見他身高過丈,虎背紅腰,面似奔鐵,步長降梳,斧頭焰鴨,聲藥紅鐘,手裡邊握著一條八十幾斤重的大鐵淡挑, 城門關閉了,他進不來,一尾用肩膀來撞城門,快點開門,快點開門,快點開門啊! 這個人,是誰呢?說起來,是有點猜的,原來,三個月之前,苗光義尖掛算命,來到京城二十里地的青峰鎮。 見到這裏的村旁邊,有一家人剛剛在這裏建屋,就要上梁了,房梁就在西縣,要搬到來東縣的,四個年輕力壯的年輕人,用繩綁著條梁的兩頭,整個枯,用條竹聲穿過來,兩人一對,氣呀紅呀,氣呀紅呀,這樣來抬了, 抬到四人都什麼東西都紅呀!出鄉西縣,放下氣鑾氣喘OK在這裏休息一下。這時ectiveござ Cathie hollow ปcase diagnosed graduand Dies 滴百花站 賣香油呀!有沒有人買香油呀? 苗光二丹那头一看,迎面来了个卖油的黑面大汗, 整个人生得神高神大,就好像黑纱神那样, 头就好像蜜豆,腰就好像皮肝, 两道浓味就好像两叭叉那样, 那对眼就够大,滚来滚去,高鼻梁,大嘴巴, 看上去岁数就不大,这衣服整个面都是糊塑, 上身穿着清晰的粗布裁,打开了三楼,露出胸口整只群毛, 这个人一路走一路就叫卖油, 肩膀上面呢,苗光二望过去,哇,吓了一跳, 为什么呢?人家担的就是粥淡挑,木淡挑, 这个人担的是铁淡挑, 看上去呢,那条淡挑最少都是八十斤重的了, 前后两个大油窝,油窝里面装着两层油, 好,苗光二就暗暗清奇了,哇,这个人, 什么不厌重的啊? 刚刚在想着,这个人又来到他们前面了, 见到四个大汉丝抬那粒粮哦,就卡卡上笑起来, 哈哈哈哈,你们这帮饭桶啊, 哈哈哈哈,一条烂鬼木头要四个人来抬, 哈哈哈哈,来啊,我来帮下来手啊, 那几个人听到他说帮手就高兴了, 嘿,好呀,好呀,郑掌鬼,对了,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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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们啊, 说完,几个人一起站在身, 卖油的这个叫郑掌鬼的人呢, 放下自己那扇东西, 走过来, 幻帝要, 一手拿着那条梁, 嘿, 站在身上, 叮叮叹叹叹叹, 三两下手势, 就来到东苑下面了, 噢,一声, 将一条梁扔到地下, 就像扔条烧火棍那样, 责主人呢, 就高兴了一味笑着说, 哎呀, 郑掌鬼, 哎呀, 真是多得理多得理, 来,来, 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哎呀, 不坐了, 我还要卖油的, 哎呀, 郑掌鬼, 说起又说, 一事又不犯二旨, 我这里呢, 有个盆摩, 放在院里面, 咬一咬一咬, 我早就想将它搬过来的了, 你知道, 我们不够力, 三几个人都搬不动的, 来,来, 麻烦郑掌鬼帮我们搬过来, 你说怎样? 哦, 搬磨盆, 是吗? 行, 说完, 就跟着他们入了大门, 一望, 原来两个玩鬼磨盆, 很随便, 来, 说完, 幻帝要一手戒着磨碌, 一手戒着磨盆, 嘻哈, 嘻哈, 哈哈, 竟然搬过来了, 苗光二心想, 哇, 这个人, 要是有多大力呢? 两线莫加起来, 最少都是三四百斤重的, 他好像不用出力那样的, 嗯, 如果这个人懂得武艺的话, 就是一圆猛脏, 日后打天下, 是一个好帮手的, 这个时候, 郑掌柜在屋里面走出来, 宅主人又想留他吃饭, 又说钱多谢他, 他呢, 这些郑掌柜什么都不要, 担起油窝就入了村了, 苗光二一步一步紧紧地跟着他, 追上之后就说, 卖油的掌柜, 请楼部, 郑掌柜站在那里面看着他, 是个算命先生的, 他一辈子的眼睛就说, 做什么, 我不信你这些东西的, 不是怎么解释了吗, 我有话跟你说, 我没有空, 郑掌柜, 不用那么生气, 生气不生气, 关你什么事, 走开, 我不喜欢跟你这些人打架道的, 哇, 看这个人的性格就非常粗鲁, 而且天不怕地不怕, 最喜欢打架的, 苗光二就更加喜欢了, 看来, 这一部分是没经过纯服的进马, 要想办法征服他才行, 但是, 谁都不知道他姓什么, 住在哪里的, 谁又被他走了, 以后去哪里找他呢, 后来, 苗光二多次见到这个人, 发现他时常在清河镇的皇家店那里住, 皇家店的皇掌柜, 跟他比较合巧, 在自己的店后面, 腾出一些地方来, 被郑掌柜放油窝, 在地下铺席就当房住了, 苗光二呢, 也都专门搬到皇家店那里住, 这个皇家店, 就是专门穷人住的地方来的, 没有房没有厂, 只有两棵大板矿, 苗光二为了收服这个黑面大汗, 他就下定决心, 一斤到底, 这一日早晨, 卖牛黑河从后面担着担出担担担担担出力, 苗光二见到他就说, 郑掌柜, 请留保, 郑掌柜一看, 又是这个算命先生, 那个心就很生气。 因為他平日就凡是不相信鬼神,最生氣尖掛算命的人。 所以他就說,你叫我幹什麼? 聖聖鬼,我看你今天就不要出去,出去你也賣不到油,為什麼? 今天就日子不太好,亂說,我又不是出兵打仗,又不是草森舖,又不是埋死屍,有什麼好看日子? 有買就有買,將本逃利,我阻礙你。 聖聖鬼,貧道有未卜先知之能,今天你出去賣不到錢的。 豈有此理,我就看著你說這句話,我今天就一定要出去。 好啊,那你出去都可以,其他村你都可以去,唯有趙家閘和龍家橋這兩個地方,你就千萬不要去。 如果去那裡,我看你是一滴油都賣不出的。 豈有此理,你就亂這麼說,是不是你算命先生? 好,你說那兩個地方不能去,是不是? 我就去給你看,我要在那個地方把你全部賣回來打你一餐才行。 好啊,如果你賣得出去的話,我請你喝酒。 好,就這樣說,黑面大漢走了,早晨出去,走了二十五里,在那兩個村裡繞了三個圈。 好啊,真是一兩油都賣不出,連問他的人都沒有。 握住那一扇東西,摘得肩膊都紅了。 他們一倒氣,到處都不去,返回房裡,睡他一餐。 好啊,來回就五十里老,一文錢都賣不回來,我心裡想, 啊,那個算命先生,怎麼說得這麼準呢? 今天真家伙是沒有開張的。 所以,他睡了一長覺之後, 第二天,吃完早飯, 搭著搭拖出來,他就怕見到苗光義了。 剛剛想說兜路走, 誰知道苗光義在路口裡折折他又說。 鄭掌櫃,昨天怎麼樣?賣了多少錢? 哼,賣鬼賣馬嗎? 你那把口都臭的,一出門就被你說壞了。 鄭掌櫃,不是說我說壞了你, 是憑到就吞陰陽算出來的。 咦,曬氣,曬氣,不要跟妳說了! 妳說的東西我不信的! 妳不信的! 我再贈妳一句了! 今天,妳哪兒都可以去, 就千萬不要去張家灣! 哈,豈有此妳這個老道! 您說不讓他去張家灣?我便去張家灣賣給您看! 好,等到天黑,鄭掌櫃回來,苗光義就等著他,一見到他就問了, 怎麼樣?今天賣了多少錢? 黑棉大漢又倒下頭,沒有理會他,我看你今天還沒有錢開飯, 一定是中午飯都沒有吃,是不是? 黑棉大漢整個兇兇?這個人算得這麼準? 他的心就復了,他的口還是不復, 抖下頭,總是不理會他。苗光義叫掌櫃拿出五錢銀子, 幫大漢買點酒,買點飯,送上去。 好了,飯菜來了,黑大漢也不客氣, 抖下頭,死這麼叫,三兩下手勢爬上肚子。 到了第三天,黑大漢擔著油拉出來了, 苗光義這趟呢,就另一面專門不理他了。 黑大漢走到他身邊站定說, 老道啊,我想問問你,今天我應該去哪條村好呢? 看他的樣子就像小朋友做了錯事一樣。 苗光義就高興了,這一趟就說。 哈哈哈哈。 鄭掌櫃,你如果聽我說的話, 上午我看你就哪裏都不要去。 午時出門,去黃家瑤就可以了,近近地, 你不要去那麼遠,三多些,一趟就賺回夠本的了。 這個鄭掌櫃確實是半信半義。 你說不信嗎? 又好像前兩天一樣,你說信嗎? 又的確好像沒什麼道理的。 他就說,老道啊, 唉,我都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總是今天如果你說得對的話, 回來我請你喝酒,是吧。 好,看來,這頓酒我一定有得喝了。 要知道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